我有种病,不能穿超过两百块钱的衣服,不能吃超过三十块钱的饭菜。 所以,当我在各大地摊上挑新衣,奔波在食堂特价区时,会听到这样的声音,班花,大家不要歧视江渡,它只是穷了一点而已。 老师,领导要来,江渡你今天不要出现在学校。 啊?可是我个人资产几十亿,今天来学校的领导是我师弟爱。 师父说我是奔波命,注定是个想不了福的,但我爷爷不这么想。 他老人家挣了一辈子钱,唯一的孙女却花不了钱。 这不是打他脸吗?所以,我爷爷花了几十亿想帮我打破命格,然而并没有用。 我还是一穿柜的就浑身起疹子,一吃好的就肚子疼。 为了不委屈我,爷爷大手一挥,召集大厨和设计师,要他们用最便宜的原料给我做出最好的东西。 要是不成,就把他们告上法院,让他们赔得倾家荡产。 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嘴角开始抽搐。 老爷子好像真是干得出来这种事的人。 将老头那个王八糕子,把大家搅得不得安宁。 最后有人上门求我,恰好我欠他一个人情,就帮他接手这个烂摊子了。 虽然,但是,师父您当着我的面说我是烂摊子,真的好吗? 小杜,现在你也继承了我的一波,师父给你算了一挂。 你的奔波命会在二十岁这年被打破。 拿上这封介绍信,下山去吧。 我接过介绍信的时候,师父他嘴角抑制不住地往上扬。 快点,十分钟内我要见到救护车。 山门外,一辆车旁边围着一群黑衣保镖,车里躺了个头发半白的中年人。 他的秘书焦急地冲着电话大喊,脖子上的青筋暴突。 可是山脚下只有个小村子,怎么可能十分钟内找一辆救护车来? 我拖着行李箱,叹了口气。 散开。 我眼皮搭了着,说话懒洋洋的,把大叔弄地上放平。 所有人朝我看来,完全不把我的话放眼里。 那个秘书先生还在和电话那头沟通。 我自顾自地从包里拿出银针,取下一根,夹在两指之间,再次说道,一分钟内再不让开,他会死。 保镖头头挡在我面前,喝道,这位小姐,里面的人不是你能招惹的,赶紧离开。 我唇角勤着一抹笑,眼睛半眯,天头看了眼车里的人。 他面色发紫,双眸紧闭,嘴角已经开始流白沫了。 在看态度强硬的众人,我耸耸间,收针准备离开。 等一下,秘书的嘴唇抿成一条线,似乎是在做很重大的决定。 他凝重地看着我,拜托您了。 他照我说的把人放在地上,我撵着针尾,漫不经心地扎进大叔眉心。 周围人倒吸一口凉气,想要阻止,被秘书制止了。 他看着我道,我们现在能相信的只有这位小姐,想必他能看出先生不是一般人。 如果因为他的疏忽出了岔子,呵,这是在警告我呢。 我慢悠悠地收回刚拿出来的药膏,抬眸道,去挖坨牛粪过来。 文质彬彬的秘书脸上空白了片刻,然后挽起袖子下地。 他回来的时候,我正巧下完最后一针,慢悠悠地收着针包。 大叔脸上的青子已经退去了,只是还闭着双眼。 小姐,我们先生为什么还没醒?让你挖的牛粪呢? 我瞥了他一眼,抹在大叔的太阳穴和鼻子下面。 一会儿,地上的人醒了。 他看着自己一身牛粪,表情别提多精彩。 秘书跟他解释了下情况,在我开口前,也不敢随便给他擦干净。 我收敛了笑意道,醒了就可以擦掉了。 大叔倒是个真儒雅的人,一个劲儿跟我道谢,我背着包白白手。 先生,咱们还是先回去再好好检查下吧,改天再来拜访这位高人。 秘书说着就要把大叔往车里请。 我眉头轻皱,冷不丁地说道,好的很,你现在坐上车颠两小时,就真可以长眠于此了。 到时候也别见高人了,直接见佛祖吧。 你这没礼貌的丫头。 秘书脸红脖子粗,被大叔拦住了。 我这人平时对什么都懒懒散散的,但是经我手织过的人,想在我眼皮子底下浪费我的一番心血,休想。 尽管被我骂了,大叔也没生气。 他掏出一张卡片道,这是我的名片,小神医以后有什么需要,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他又回头对秘书冷声道,向这位小姐道歉。 秘书看了我一眼,低下头道,抱歉,是我着急了。 我才懒得管别人怎么看我,拖上自己的行李箱,对大叔摆摆手道,好好休息几天再做长途。 你这个身子,我一言难尽地看着这个宛若空壳的人,叮嘱道,反正好好休息吧。 大叔对我笑笑,又一次道谢。 我到南疆大学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跟我一起迟到的还有个妹子。 我在大门口掏介绍信。 门卫看了好久,但她并不认识信上的印章,似活不让我进。 倒是我身后的妹子拿着录取通知书,一路畅通尽笑,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她走前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我在门口等了半小时,接我的老师才姗姗来迟。 我姓秦,是你的班主任,你先自己回宿舍整理吧。 她极其不情愿地看着我,小声嘀咕,真倒霉,要接手一个关系户。 我仔细想想,进南疆大学是靠师傅的介绍信, 他说我是关系户,好像也没差。 晚上要开一个班会,大家都早早地去了。 教室里都是同学们兴奋的声音。 哎,你们听说了吗? 咱们搬来了个新同学,听说是个大老的孙女。 谁呀?谁呀?这人可神秘了,因为身体不好,先前一直养在外面,这是第一次面向公众。 我听我爸提过,是京都江家的宝贝孙女,江家可是京都首屈一指的大家族。 对对对,我爸说,江老爷子给他孙女准备了喜尘宴,就在下周,听说那天正好是江小姐二十岁生日。 好想参加呀! 去的肯定都是大老,咱们好好跟江小姐搞好关系,说不定也会收到邀请函。 所以,到底谁是江小姐? 我站在门口找位子,身侧突然挤进几个人。 他们拥促的对象,看着有点眼熟。 哦,是今天在校门口一起迟到的那个妹子。 原来我们还是一个班,真有缘。 别猜了,你们好奇的正主就在眼前。 这话一出,瞬间所有人都朝这儿看来。 妹子的朋友亲密地挽着她,手里高高扬起一张卡片,说道,这个可是校长亲自给小欧的名片,江欧就是江家大小姐。 那张卡片有点眼熟,好像是之前那个大叔给我的那张。 我进校门的时候不小心弄掉了。 江欧拉了下他朋友,说道,好了,低调点,我不是什么大小姐,我跟大家一样,只是普通学生。 他这话一出,便像坐实了谣言。 江欧长得很漂亮,只是皮肤有些病态的白,说两句咳嗽一声。 小欧,你身体不好,别在这儿站着了。 班长有些困惑,可是我们班这次好像有两个姓江的同学,你们还是同一天进校门的。 突然被cue,我吃瓜的表情一顿。 班长笑着看我道,就是这位同学,江杜。 全班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这个小透明身上,我僵硬地笑笑,嗨,大家好。 旁边传来一声轻痴,班长,你不会觉得这个一身地摊货,看起来身体壮如牛的人是江家那位从小被藏起来养病的大小结巴。 他又白了我一眼道,别以为都姓江,就可以来蹭小欧的热度。 班长满怀歉意地看着我挠挠头,同学们也很快忘记了这个小插曲,一个个围着江欧交朋友,我弱弱地挪到空位上,啃着从食堂买来的大白馒头。 你没吃晚饭吗?这个给你。 班长递过来一个包装精致的鸡腿,一看就很贵。 我奔波命格吃了这个,肚子怕是要疼一整天,但拒绝新同学好像不太好,我可是第一次有同学。 谢谢。 我接过鸡腿,师父说要礼上网来,我身上好像也没带什么东西,最后摸出一块爷爷非塞给我玩的坠子。 这个送你,嗯,挺好看的。谢谢。 我把鸡腿放进包里,继续啃着馒头,一回头对上班长略微怜悯的眼神。 他好像误会什么了。 江渡同学,我给你买件衣服吧,就当见面礼了。 我看了眼衣服上的几个补丁,疯狂摇头。 这件衣服可是我师父在山下的村里一家要一块布给我缝的百家衣,一定程度上可以抵制奔波命的。 没了它,我别说吃肉了,喝口肉汤都会浑身发肿。 班长,你可放过我吧。 说话期间,班主任拿着名册开始点名。 江欧是第一个,我是最后一个。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顺序是按高考分数高低排的。 听说他是拿着乡下爷爷求来的介绍信才进的南疆大学,这种人怎么可能是江老的孙女。 再看小欧,气质又好,长得也漂亮,高考第一,怎么看都是人中龙凤。 某些人,最好别来沾边。 班主任秦老师推了下眼镜,即使听到这样的言论,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哦,不对,他都懒得看我。 好了,同学们,明天学校会来一位领导视察,请打起十二分精神,千万不能怠慢了他。 所以,某些仪容仪表有问题的同学,我希望你自己主动为学校的门面做些贡献,明天就不要出现了。 班主任宣布班会结束后,正巧我手机响了,师姐,我听江爷爷说你下山了。 我默默把手机拿远了些,道,你还是一样吵。 我求了师父好久他才告诉我你在南疆,我明天就到你们学校,好久没见你了。 我挑眉道,你就是那个来视察的大领导。 对面黑黑一笑,师姐,你放心,我一定乖乖听话,不给你添麻烦。 陈述虽然是我师弟,但实际年龄却比我大十岁。 可能是在师门的时候被我揍怕了,他成了个师姐空,想到他傻呵呵的样子,我无奈服额。 一首消息,一首消息,明天来的是京都陈家人。 江欧,听说陈家一直跟你们家有生意往来,明天来的人你认不认识啊? 江欧脸上僵硬了一秒,温柔地笑道,生意上的事都是家里大人们操办,我很少插手。 看同学们脸上兴致缺缺,他又补充道,不过帮大家引荐一下,还是能做到的。 哇,江欧,你真厉害。 他嘴角带笑,视线若有似无地看着我。 第二天,我睡得正香,是有嘻嘻嘟嘟的声音还是把我吵醒了? 吵到你了,不好意思啊,班主任让全班去欢迎领导,我们快来不及了,动静大了点。 你跟他说这么多干什么? 人家又不用去列队欢迎,快走了。 我迷迷糊糊地还没反应过来,拿出手机一看,陈述那小子给我发了几百条没营养的消息。 我把手机丢到一边,接着蒙头大睡。 大概又过了两个小时,我才睡醒。 捞过手机一看,全是班长和陈述的消息。 班长,这个领导好,年轻好帅。 十五分钟后,班长,领导站在大门口不进来,好像在等什么人。 一个小时后,班长,我站不动了,这个领导到底在干嘛? 长得再帅我也站不动了。 陈述,师姐,我到你们学校门口了,能进去吗? 十五分钟后,陈述,师姐,我在原地等你指示哦。 一个小时后,陈述,师姐,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你生气了? 可怜大哭,Jeff。 糟! 忘记师门还有个多此一举的规矩。 小辈上门拜访,需获得长辈的许可方能进门。 当时我就觉得立这个规矩的人脑子有动,陈述又是个一根筋。 这时候,班级群里也疯了。 同学一,大领导等的人怎么还没来? 同学二,是啊,到底何方神圣,不会再等校长吧? 同学三,班长刚去问了,但被领导留下唠嗑了,传不回来消息,咱们到底在等谁呀? 同学四,人家腿抹了,哭。 我刷牙的功夫群里就久久加了,看得出来大家都濒临崩溃了。 我不好意思地在群里道歉,抱歉了大家,我马上就到。 我消息发出去的瞬间,江欧也紧接着发了一条消息,让大家久等了,我正在赶去的路上。 瞬间屏幕像是被这两条消息卡住一样,所有人都沉默了。 过了一分钟,班长回来了。 大领导说再等,江小姐。 这句话激起千层浪。 同学一,哪位江小姐? 咱们班可是有两位哦,不知道某人蹭人家热点,蹭得可还开心。 同学二,是啊,谁不知道江老爷子跟陈家关系肥浅。 某人捂到郑主面前也不知道害臊。 江欧,江度也不是故意的,大家别介意。 同学三,小欧,你别替他说话,从开学第一天开始,他就老想蹭你的光。 真以为同一天尽孝,都姓江,他就是大小姐了,真是可笑。 好,江欧,他可能就是想试试被人追捧的滋味吧。 我能理解的,小杜如果你想来的话就来吧。 我可以介绍领导给你认识。 艾特江杜 我看着屏幕轻喝一声,回想开学到现在,我好像没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吧。 就因为我姓江,所以他们就讨厌我。 真想不通。 看来师父说得对,山下的人比我想象的复杂多了。 我的修行还太浅,见得太少了。 想到这儿,我给我爷爷发了条消息。 我想多接触下外界,感觉跟世界脱轨了。 那边秒回,爷爷马上安排。 我正正地看着滚动的屏幕,那些闲言碎语,跟风攻击难道就是山下所谓的花花世界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宁可不解奔波命,回到师门继承师父的乌衣卫。 群里还在疯狂艾特江欧。 同学一,江大女神,您行性好,快来吧。 我腿快断了。 比心直。 同学二,小欧,你家到底多有钱? 大领导都必须等着你,抱紧富婆大腿。 同学三,你别跟江渡一般见识了。 她被当场戳破,现在肯定不敢冒头,指不定在哪儿哭呢? 刷屏太快,我看得眼花就退出去了。 不过看大家的反应,应该不想我出现吧? 那就不去了。 我转到去食堂买了肉包和豆浆,坐在树下吃得正香,就看见几个熟悉的身影从我面前路过。 是江欧和她的小跟班。 小跟班白了我一眼道,某人还好意思出来。 我腮帮子鼓着,看他俩盯着我,我弱弱地把包子往前递了递。 江欧一改人前温婉的样子,他双手环臂,冷笑道,僵度。 你不会真以为那个领导是在等你吧? 我劝你自觉一点,别出现在大家面前。 我咽下嘴里的包子,挑眉道,你确定。 江欧眉头一皱,看着我的眼神晦色不明。 他的小跟班说道,什么确不确定,你以为你是谁呀? 让你滚就赶紧滚。 我扫了他俩一眼,问道,不后悔。 你有病吧? 我笑着站起来,往他们那儿走去。 江欧下意识站直身体,心虚地往后了一步退。 我脚步一顿,轻笑,然后从他们身边擦过,慢悠悠地说,那好吧,成全你了。 我静止回到宿舍,美好的一天,从床开始。 班级群还在进行实时报道。 江欧来了,女神好美,笑起来更美。 可是大领导表情怎么萌萌的? 江欧都出去接他了,他怎么还不进来呀? 等一下,我怎么感觉他脸色不太好啊? 卧槽,江欧是哭了吗? 我一边划着手机,一边吃橘子,突然陈述打电话来了。 师姐,你受委屈怎么不告诉我?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自言自语道, 这要是让师傅和江爷爷知道了,我不得少层提。 不行,我现在就去找你。 陈述走了两步,又停下,小心翼翼地问, 师姐,我能进去吗? 我无奈地揉着太阳穴回复道,进来吧。 好嘞,大概十分钟左右,陈述就到我宿舍楼下了。 我微微掀开了点窗帘往下看。 好家伙,他是准备拆房子吗? 宿舍楼下,密密麻麻站满了人。 各班级列队排得非常整齐,陈述在最前面, 两侧占了黑衣保镖。 学校平时见不到的领导们一个个陪着笑, 我们班主任擦着额头上的汗, 在一旁善善地笑。 江欧小脸惨白, 嘴唇抿成一条线, 脸上还挂着泪珠。 我撒着拖鞋出去时, 陈述的黑脸一下子亮了, 喊道,师姐。 说着就要冲过来, 我抬手打断了他的下一步动作。 陈述委屈的扁扁嘴, 站在我身侧半米处。 我把视线挪到在场的人身上。 同学们一个个呆滞得看着我, 不知道做何动作。 江渡,原来你才是江家大小街。 班长第一个反应过来, 打破了江菊, 他双眼放光, 感觉我是江家人, 他比我还高兴。 其他班同学不知道之前发生的一切, 都窃窃私语地讨论着我这个传说中的人物。 倒是班主任和我们班同学的表情就有些精彩了。 哎哟, 江同学, 你是陈总朋友, 怎么不早说呢? 这不是误会了吗? 老师之前太忙了, 都没好好了解过, 是我疏忽了, 你不会怪老师吧? 班主任不愧是混迹职场多年的老油条, 说着就要过来玩我的手。 我漫不经心地往前走了一步, 不找痕迹地躲开他的亲密。 江欧对我的身份丝毫不惊讶, 此时正盯着我, 一口银牙都要咬碎了。 师姐, 这个丫头就是欺负你的那个人吧? 陈述严肃的时候真的挺唬人的, 她冷着一张脸盯着江欧,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 认领我师姐的身份, 你这点命格承受得住吗? 江欧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见尤脸。 她的小跟班哆哆嗦嗦地挡在她面前道, 又不是小欧自己要认的, 大家非要这么认为, 她有什么办法。 她说着, 贴了我一眼, 道, 而且, 你是江家大小街, 怎么不早说? 我看你就是存心想看小欧的笑话, 真歹毒。 陈述眼睛微眯, 谁允许你这么跟我师姐说话的? 小跟班被她一动, 腿都下软了。 江欧抹了下眼泪, 说道, 对不起, 陈先生, 我不知道大家误会了, 我从来没想过要贸任江小姐的身份, 其实我家也是京都的, 而且也姓江, 大家就先入为主了, 如果您想出这口恶气, 我随您处置, 别迁怒我的朋友。 江欧平时跟大家关系挺好的, 他楚楚可怜的样子, 倒显得我们过分咄咄逼人了。 我轻笑一声道, 哦, 你也是京都江家人? 我又询问地看向陈述, 道,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京都出了第二个江家。 陈述想了话, 道, 没有啊, 稍微有点能力的家族, 我们都知道, 实在是没听过, 还有其他江家。 江欧的表情很不自然, 江应地笑道, 我是庞系, 我爸爸是江海。 哦, 江海呀, 陈述看向我, 师姐, 这个江海是庞之最近两年比较有能力的人。 听陈述这么说, 江欧不自觉地挺起腰, 不过他前段时间背着老爷子单干, 赔了个倾家荡产, 已经被逐出家门了。 陈述冷笑着看江欧, 你怎么还敢打着江家的名号在外面招摇撞骗? 我爸爸又不是故意的。 呵, 一句不是故意的, 就能了事。 小妹妹, 你爸欠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七千万。 如果不是江老爷子念旧情, 把债务给清了, 他早就被催债得逼死了, 你怎么还能忘恩负义 在学校里欺负江家孙女。 真算起来, 我师姐的辈分比你爸还大, 江家传承百年, 最重是礼节, 你说你是江家人, 却连尊敬长辈都做不到, 是不是很可笑? 江欧死死咬着唇, 眼泪一直在流。 可惜陈树就是个一根筋, 哪里懂什么怜向西域。 行了, 你跟他计较什么? 我看了眼吃瓜群众们, 办你的事去, 大家等挺久了, 让他们先去吃饭休息吧。 好嘞, 师姐。 陈树摆摆手, 大家的热情我都感受到了, 谢谢你们, 都算了吧。 陈树看着我笑, 活像一只等待被奖励的大狗。 我服额, 真不想承认自己认识这么一个二活。 江欧自这件事后连着好几天没来上课, 好像是回家养病去了。 大家对我的态度也变得非常微妙, 可能是反映过来之前的敌意太莫名其妙, 所以他们看着我有些尴尬。 正好我二十岁生日宴要办了, 爷爷给我送了一大把邀请函。 我给了班长一张, 然后盯着剩下的一打范畴。 班长喜滋滋地抱着邀请函问道, 还剩这么多, 你准备邀请谁? 我一言难尽地看着他, 然后把所有邀请函塞到他怀里, 说道, 班长, 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我没什么认识的人, 同班同学好像也不太喜欢我, 我邀请了他们也不一定会去, 你想给谁就给谁吧。 班长一脸,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的表情? 谁说他们不去的? 你不会还不知道班群都快成忏悔所了吧? 他说着把群聊记录翻出来给我看, 话说我确实好久没看群了。 同学一, 我承认我之前说话太大声了, 我忏悔。 同学二, 聊天记录还摆在上面, 这样会显得我很呆, 但是, 姜渡对不起, 抱腿痛哭, 哀嚎, 不要脸, 同学三, 我查了下姜渡的身价, 目前一百亿, 所以, 我之前看不起一百亿。 谁给我的脸? 我怎么敢的? 我被同学们花式道歉, 弄得哭笑不得。 班长贪贪手道, 你现在还觉得大家不愿意去吗? 你都不知道, 他们听说我是来拿邀请函的时候有多羡慕。 那拜托班长, 替我把这些给同学们, 欢迎他们来玩。 我实在不会应对这种场面, 交际什么的还是给专业人士更好。 班长耸耸肩道, 行吧。 生日宴如期举行, 师父说我的奔波命也会在这天被打破, 忍受了二十年, 我终于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 不过很可惜, 这种好日子总会有人出来杀风景。 江欧在班级群里发了条他要订婚的消息, 日子和我的生日在同一天, 而他的订婚对象也非常有意思。 李氏老总和江家非常不对付, 希望大家都能来参加我的订婚宴。 江欧说着在群里发了个大红包, 但搭理他的只有平时的那个跟班。 上次的误会解除后, 我跟班上同学交了朋友, 他们拉了个小群, 现在正在里面八卦。 江欧的未婚夫是我知道的那个吗? 看他发的电子请柬, 好像, 是的。 可是那个李总都能当他爸了吧? 而且李家做生意出了名的不要脸, 我爸的公司早把他们拉进黑名单了。 是啊, 我家有笔订单就是被他们坑的, 反正这订婚宴谁爱去谁去, 李家我一生黑。 我随意看了两眼, 没做任何评价。 管他嫁张总王总, 我只想赶紧结束这该死的奔波命。 江欧订婚的酒店选在我对面。 他穿着一袭婚纱, 站在门口迎宾, 身侧站了个大叔。 大叔体型有两个他那么大。 我爷爷为了给我办这场生日宴, 把他的老朋友们都叫来了。 整个会场热闹得让我害怕。 我刚从车上下来, 记者冲上来就对着我一顿拍, 闪光灯把我亮猛了。 家里的保镖护着我往里走, 大唐中央我爷爷冲我招手。 我小声问, 哪里来的记者? 老头子眨眨眼, 你不是说要多接触外界吗? 爷爷做得还不错吧? 我瞥了眼各大媒体平台的logo, 无语注了。 爷爷周围都是跟他一样的白胡子, 他以前给我介绍过, 这些都是他从年轻时一起玩到现在的朋友。 周爷爷、张爷爷、黄爷爷好。 京都有五大家族, 以江家为首, 势力最大。 周、张、黄三家平分秋色, 还有一个最神秘却不容小觑的家族。 我只知道他们姓魏, 从来没见过这个家族的人。 我爷爷提到他们的时候, 语气里都会不自觉地带着敬畏。 魏家人从来不参加任何活动和社交, 很少出现在大家的视野, 就算这样, 京都圈子里也不缺想攀上这高枝的人。 扯远了。 我问好之后, 爷爷拉着我上了高台, 在众多薰贵的注视下, 正式向大家介绍我。 从这一刻起, 江家大小街彻底暴露在公众眼下, 再也不用谁猜。 周爷爷抱着一个古色古香的匣子上来, 递到我手里。 一个小玩意儿, 是周爷爷给你的生辰礼。 说着, 他指着台下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那是我家那不成器的孙子, 自己开了十几家公司, 混得还行, 丫头你觉得怎么样? 台下的男人微微汗手, 谦逊有礼。 我还没回答, 周爷爷就被黄爷爷挤开了, 老滑头, 真舍得下重本呢, 传家宝都送给江丫头了, 不过丫头你别听她唬你, 她的破玩意儿没有黄爷爷的宝贝稀罕, 说着她拿出一只金布瑶给我戴上, 这是唐朝皇后娘娘的务实, 衬你。 我今天穿了件旗袍, 倒也和这个布瑶十分般配, 谢谢黄爷爷。 不用谢, 你看那儿, 我家小子, 那些姑娘都说她长得好看, 你们年轻人说她是什么来着? 哦, 大明星, 我家小子有几千万粉丝呢, 你觉得如何? 我看着台下的影帝, 礼貌回绝, 黄爷爷, 影帝恐怕不需要我。 他敢, 当着记者的面, 黄爷爷把影帝揪上台, 瞬间我的同学和一些年轻小姑娘开始尖叫, 影帝笑着伸出手道, 江小姐, 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 尽管吩咐, 您说笑了? 黄爷爷一看我俩趋势不对, 连忙打断, 丫头, 跟她客气什么呀? 我和影帝都是礼貌微笑, 黄爷爷叹了口气, 指着底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道, 那你看他行不行? 这是我孙子, 小事小了点, 但你们年轻人不都喜欢小鲜肉吗? 丫头, 点个头, 爷爷明天就把孙子给你送到家。 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 黄老头, 你快拉倒吧, 江丫头肯定是我张家媳妇。 张爷爷把我拉出来, 来来来, 未来孙媳妇, 这是爷爷给的见面礼。 一打红本本塞到我手里。 这里是从商业街到别墅区的店铺房产证, 爷爷的一点小心意。 好家伙, 这三位巨老一个比一个毫无人性。 张爷爷笑得一脸和蔼, 要不要考虑一下我家孙子啊? 去去去, 江丫头才出生我就跟老江说好了, 你们凑什么热闹? 胡说, 老江儿媳妇跟我儿媳妇差不多时间怀上的孩子, 这说明他们有缘, 江丫头是我家的。 明明是我家的。 我求助地看向我爷爷, 他送了个爱莫能助的眼神, 显然他早就被这三位轰炸过了。 爷爷们, 我还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而且今天是我生日, 咱们先招呼客人。 对对对, 先开宴。 主持人刚拿上话筒准备说话, 门口突然涌进一批人。 江鸥穿着婚纱, 挽着他未婚夫, 趾高气昂地走进来。 我爷爷眼神微冷, 微微抬手, 我轻轻握住他的手, 笑道, 这是我同学。 爷爷看我自己有分寸, 也没再管。 江鸥得意地看着我说, 江渡, 你不是很厉害吗? 在我老公面前还不是话, 都不敢说一句。 李家近几年发展得很快, 在京都这个挤破头的地方 好不容易站稳脚跟, 可有些人觉得他的一点点成绩, 就能跟传承百年的大家族叫板了。 江鸥同学, 如果你是来参加我的生日宴的, 那么我非常欢迎, 但如果你有其他心思, 还请你出去。 江鸥冷吃, 你装什么装, 我今天就明摆着告诉你, 你这个生日宴, 没有我的允许开不下去。 哦, 是吗? 我很好奇, 你要让我怎么开不下去? 江鸥白了我一眼, 转身对着那个中年油腻大叔撒娇, 老公, 你看他, 又欺负我。 李总挥挥手, 外面又涌进一批黑衣保镖, 他看着我冷哼一声, 脸上的横肉一抖, 给老子砸, 我看谁敢。 陈述带着一批人挡在前面, 轻蔑地看着李总。 李总这人属于爆发户, 京都的各大势力, 本着和外来人友好相处的初心, 对他这种初来乍到的人多方包容, 可没想到他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一只蝼蚁竟然和狮子叫嚣。 李总被陈述盯得一颤, 不知道想到什么, 他强撑着妖道, 我告诉你们, 江家算个什么东西? 我老婆背后的人可是魏家, 说着他牵起江欧的手道, 宝贝, 咱们有位先生做主, 不怕他们。 听到魏家的名字, 我下意识皱眉, 就连几位爷爷都面面相觑。 丫头, 别怕, 我们几个还没死呢, 就算是魏家, 也得给我们这几张老脸一点面子。 黄爷爷虽然这么说, 但从他的眼神不难看出, 真的和魏家对上, 恐怕会有些麻烦。 我看向江欧, 问道, 不知道江欧同学背后靠的是魏家哪位长辈? 他还没开口, 李总就抢先说, 是魏家现任家主, 魏良。 他的话一出, 整个会客厅又开始窃窃私语。 魏良, 听说是魏家最厉害的人物, 没想到江欧居然认识他。 可我怎么觉得魏良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啊? 咱们校长不就叫魏良吗? 可能是同名同姓吧? 李总很满意现在的情况, 他嘴边带着轻蔑的笑, 等魏先生回来了, 知道你们这么欺负我老婆, 他肯定不会放过你们, 是吧老婆。 江欧温婉一笑, 但眼底的慌乱怎么也藏不住, 老公, 你别跟他们废话了, 让他们赶紧滚, 今天是人家的订婚宴呢, 他们把风头都抢走了。 好好好, 李总看向保镖, 都愣着干什么? 没听见我老婆说的, 他不开心就是魏良先生不开心, 得罪了魏先生, 你们担待得起吗? 给我砸, 我看谁敢? 我此时连已经完全冷下来了, 江欧下意识地躲着我的视线, 我冷笑一声, 你不是说跟魏先生很熟吗? 不知道魏先生长相如何, 年龄如何, 身高多少, 江欧不敢看我的眼睛, 当, 当然知道, 那你说说看, 他强撑着面子道, 凭什么告诉你, 你也配知道, 那可真要让你失望了。 我测了测身, 昨晚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我师父打给我的, 他说有个人想见我一面, 很巧的是, 这个人也姓魏, 更巧的是, 他说他叫魏良。 江欧彻底慌了, 李总还一头往前撞, 你装什么大尾巴狼? 我老婆可是有位先生亲手赠予的私人名片, 你光凭一张嘴, 谁都能说, 我有些怜悯地看着他, 那张明片是不是上方有一朵云, 下面一片海, 还有些擦不掉的泥泞, 你怎么知道? 李总狐疑地看着江欧, 怎么回事? 江欧目光闪躲, 还在嘴硬, 这张明片我在学校的时候拿出来给大家看过, 他肯定是那会儿特地记住的。 不是哦。 我看着他笑, 因为我之前弄丢过一张一模一样的名片, 那上面的泥泞是在乡下给人治病的时候, 不小心沾上的。 你胡说, 这明明是我的。 江欧仿佛风魔一般, 眼睛红通通地盯着我, 看来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不见棺材不掉泪。 刚刚的话我没说完, 昨晚我师父打电话给我后, 我同意见那人一面, 很巧的是, 他今天刚好赶上我的生日宴。 我对着幕后微笑道, 魏先生, 热闹看够了吗? 帘子被打开, 里面的人正是那天在山下救的大叔, 秘书先生还是一步步离地跟在他身后。 魏良走到我旁边, 恭敬地行了个古礼, 江渡小姐又见面了。 我上下看了他一眼道, 你气色不错, 多亏了尊师。 我瞥了眼已经吓傻的江欧道, 这位小姐说, 跟你认识啊。 魏良温润的脸沉了沉, 看向江欧道, 刚刚的话我都听见了, 我从没见过你, 明天也只给过江渡小姐一人, 我魏家只是嫌少与人来往, 不代表有人可以拿我魏家的名义兴风作浪。 懂命? 他叫了身侧的人一声, 把不相干的人请走, 至于这位小姐, 该走的法律程序一个也别少, 尽快准备好律师函, 别让他等急了。 明白。 江欧彻底慌了, 眼泪打转, 不,不, 他抓住李总的胳膊, 哭道, 老公救救我, 我不想坐牢。 李总脸色也很难看, 一把甩开江欧, 都怪你。 要不是你拿着魏先生的名片上门, 老子怎么可能看得上你, 又怎么敢得罪这么多人, 现在好了, 把京都熏贵都得罪了, 老子要你的命。 他说着就要冲上去打人, 我让保镖及时阻止了。 魏先生, 都是这个女人蛊惑我的, 都是他害的, 您大人有大量, 放过我吧。 魏良眉头轻皱道, 你该道歉的对象不是我。 听完这话, 李总满眼稀记地看着我道, 江小姐, 是我有眼无珠, 对不住了, 您要怪就怪这个贱人, 千万别迁怒我。 你, 真的很吵。 话音刚落, 一群保镖就把他和江欧赶出去了。 会场又恢复到原样, 只是气氛还有些微妙。 但在场的谁不是人精, 我爷爷正式宣布开宴后, 大家不约而同地忘记刚才的插曲, 整个会场重新热闹起来。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我看着眼前文质彬彬的男人, 他表面面色红润, 但真正懂的人一眼就能看出, 这具身子早就亏空了。 卫良微微一笑道, 和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其实是去拜访您师父乌医大师的。 我慢慢喝了口茶, 静静听他继续说, 您应该看得出来, 我身体都快不行了, 本以为乌医大师会有办法, 但他也只能暂时缓解我都症状。 他告诉我, 他有一个徒弟, 天资聪颖, 年纪轻轻, 实力就在他之上, 所以他推荐我来求这位小神医。 我确实能救你, 但我有什么好处? 卫良沉默了会儿, 忽然抬起头道, 我家有个儿子, 人还行, 不如打住。 怎么回事? 奔波命打破了, 又要开始什么桃花命了吗?